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插车知识学习 插车是我们物流行业最重要的操作设备 今天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学习插车的基本知识 一个方面是插车的基本部件 另一方面是插车的规范操作 我们今天的知识目标 一是能够让大家通过课程理解插车的基本知识 理解插车的主要部件名称 理解插车使用须知和安全守折 通过今天的课程 大家能够自主地识别插车各个部件的名称 了解插车安全操作的正确规程 今天老师有带一个插车模型 将会从模型给大家讲解插车各项操作的内容 第一点 插车的基本知识 我们在学习插车的时候 要了解插车跟我们平常汽车的区别 插车是一个工程机械 主要提供的是搬运的作用 主要在厂矿 码头 货厂 等 地方使用 插车一般不进入到我们的 道路 以后插车是由自行的轮式底盘 大家可以看到轮式底盘 和一套能够垂直升降前后倾斜的装卸物 工作装置组成 它的作用是把我们的货物从托盘中拿取 移动到它要装卸的位置 最后放下 适用的范围 厂矿企业 码头 供货厂 仓库 港口 物流中心等 第三点 插车的类别 按动力装置分 分为内燃插车和蓄电池插车 大家看见我今天带的这辆插车属于电动插车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的插车为了减少污染和尾气排放 逐渐的采用电动插车 和我们现在汽车逐渐的被更清洁的电动汽车取代的趋势一样 但是有部分的货物 因为自身重量太重 电力举升 能力不足 仍然采用内燃插车 内燃插车 这里使用的是柴油作为动力 第二个按照结构装置分 分为平衡重式插车和侧插式插车 大家看见老师今天带来的模型是平衡重式插车 为什么叫平衡重式插车 货物的重量在前部 平衡它的重量在后部 所以它是平衡重式插车 还有一部分插车是侧插 我们等会儿可以从图片上进行了解 平衡重式插车的底盘 与汽车蓄电池运输车辆大致相同 在这里大家注意的是平衡重式插车的差异 跟一般车辆的差异是它的驱动桥在前面 就是它的驱动力在前面 但是它的转向是在后面 大家注意插车的转向轮是在后面 为什么要在后面 因为在后面它的转弯半径更小 更容易在狭窄的仓库内运行 而我们一般的汽车驱动在前面 在后面在前面 然后转向也在前面 当然我们的汽车有驱动在前和驱动在后 以及四驱的 但是插车的驱动轮在前面 转向轮在后面 它的转向就要比一般的车更加的方便 快捷 然后下面开始介绍我们插车的一些特殊的结构 这个是跟其他的车辆不一样的 第一个特殊的结构是插车的工作装置 第一个叫做液压驱动系统 在这里插车会有一个大的液压油缸 在插车的底部 它的作用是驱动我们的门架上升 门架前倾 门架前倾 所以它是由起 这是我们的液压驱动系统 第二个叫做起重机构 起重机构是用来承载货物 这个部分叫门架 等会我们会有专门的视频讲解 还有一部分是起身的油缸 倾斜的油缸 也要插车的稳定性 在讲插车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插车 稳定性非常重要 第一个叫做纵向稳定性 什么叫做纵向稳定性 我们往前的插车向前向后的叫做纵向 我们拿取货物的时候 货物比较重 它前面 当插车前面拉重物的时候 插车的重量要跟前端的货物配套 这就叫做纵向稳定性 而插车我们就必须给它一个配重 让它能够跟前面的重量相配合 所以在插车的尾部会有一个配重块 大家看见黄色 一般图黄色的这个部分 叫做插车的配重块 它保证了插车前部不会发生倾倒 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的插车只能行驶在平面 如果一旦有斜坡 或者是有很强的月台 插车往前翻倒 这个它就不会稳定 第二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插车的横向稳定性 什么是横向稳定 插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它有转弯 大家有开车就知道 转弯的过程中 它有很强的离心力 所以插车容易撤翻 往往插车在运行中 撤翻的概率很高 撤翻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车速过快 第二个货物太高 或者是插车爆胎 所以在插车轮胎 我们一般选择实行胎 等会我们还会有具体的讲解 这是插车的横向稳定性 好现在开始插车主要部件的介绍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网络课程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按照25比1的比例缩小的 电动插车的模型 来对插车进行一个了解 首先它跟我们一般的车辆 接近的就是它有仍然是4个轮子 但是不同的是 两个前轮比较大 这两个是驱动轮 用来提供动力 后面两个轮子比较小 提供的是转向 转向 所以它是前轮驱动 后轮转向 第二个大家看见 它跟我们一般驾驶汽车不一样 它是敞开式 方便司机能够通过敞开的地方 看见货物 货架和其他的 然后这是它的方向盘 大家注意 它的方向盘跟我们一般的汽车不一样 它在方向盘一端有一个扶手 方便我们转向的时候 能够快速的让它打方向 也有汽车加装这个扶手的 能够很好的方便转向 要旁边这两个 这两个是它的控制前面门架 前面门架的两个操纵杆 一个是我们的倾斜操纵杆 在外面的这一根是我们的倾斜操纵杆 它控制门架 倾斜的操作 后面这一根离手近一点的 是我们的门架升降杆 大家可以看 这个叉车可以升起两节门架 它的高度就超过三米以上 所以这个操纵杆是属于两节 然后在我们的插车驾驶盘的下面 这有一个前进后的挡位控制杆 大家可以看见这边有一个扶手 这边这个扶手就是我们的手刹 就是我们的驻车控制杆 然后这边大家看见的是我们插车的 一个座椅座位 大家看见的上面是我们的保护门架 当插车发生侧翻的过程 保护门架就负责起到保护司机 避免货物砸落的作用 所以司机坐在这里面 不能轻易跳车 它就能起到保护作用 然后大家看见前面 在我们的方向杆这边还会有灯 这个灯是我们的转向灯控制 后面是我们的刹车灯控制 然后在司机的上方 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后视镜 让他看我们倒车时相关的影像 然后回到这里 这是我们插车的门架 由液压控制 这个门架大家注意看 这个门架是可以调节宽度的 为什么要调节宽度 因为不同的货物的托盘 它的恐惧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托盘的宽度不同 来调整相应的数据的位置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座椅这边 大家看见这个位置 会是插车的安全带 插车的安全带跟我们汽车不一样 它不是两条 它只有一条横过来 保护司机能够坐在安全座上 这样它就一旦遇见危险 它不能跳车 车身反而对它进行保护 然后大家看见这个里面 里面这是一个油门 和我们汽车一样 这是油门 这是刹车 两个来进行控制 大家看见后面的这一块 后面的这一块是它的配重块 因为前端的重量很大 为了平衡它前端的重量 后面就会有一个配重块 和它们之间进行一个平衡 还有大家注意看 这个插车的车轮 我们汽车的车轮一般使用的是空心胎 而插车的车轮一般使用实心胎 一般你购买的新插车会给你配的是空心胎 但是为了安全使用 我们必须更换成实心胎 它就更耐压耐磨 能够保证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发生爆胎 从而使货物倾倒 刚刚有一个注意事项 是我们的插车在上坡下坡的时候 要注意后面配重块的一个重量 所以在这里大家看 这是对于插车整体结构的一个解释 我们的插车有电动和内燃两种 动力不同 但是他们在使用过程中的使用须知和安全要求是类似的 所以为了确保人身设备的安全 插车司机必须遵守下列的注意事项 一经培训并持有插车执照方可开车 二在开车前检查个控制和报警装置 及护顶架和挡货架如发生损坏或有缺陷时 应在修理后才进行操作 三在开电源前 物彩架加速踏板或操作操纵杆 四搬运时复合不应超过规定值 货差需全部插入货物下面 并使货物均匀地放在货差上 不许用单个货差兼挑入 五平稳地进行启动 转向行驶自动和停止 在潮湿和光滑的路面 转向需减速进行 六不准人站在货差上 车上不准载人 七不准人站在货差下面或在插下行走 八不准在司机座以外的位置上操纵车辆和数据 九不要搬运未固定或松散堆垫的货物 小心搬运尺寸较大的货物 十起身高度大于三米的 起身擦车应注意上方货物掉下 必要时需采取防护措施 十一 在码头或临时铺板上行驶时 应备加小心 缓慢行驶 十二 加燃油或者是充电的时候 司机不能在车上 并要使发动机熄火或者是断电 在检查电瓶或者油箱液位时 不能点火 十一 切勿让插车的电量耗尽 至插车不能移动时才充电 这样会使电瓶寿命缩短 并影响操作效率 十四 装物行驶应把货物尽量放低 门架后勤 十五 坡道行驶应小心行驶 上坡应向前行驶 下坡应后退行驶 上下坡 亦转下 插车在行驶时 器物进行装卸作业 十六 行驶时应注意行人 障碍物和坑挖的路面 并注意插车上方的间隙 十七 离车时将货插下降着地 并将挡位手柄放在空档 将停车自动装置拉好 发动机熄火并断开电源 在坡道停车时 将停车控制装置拉好 停车较长时间 需要电快电铸车轮 十八 若在起身货物上下坡 突发故障 蓄电池电解液 液压油自动液发生泄漏时 应立即组织人员抢修 使插车处于安全状态 同时通知专业维修人员 或者销售商维修 这是插车在使用中 应该注意的主要的知识点